就是想要问关于一些疫情的东西 觉得到底为什么会一直失控 即便我们已经实施了很多这些措施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步骤出了差错 我们国家的疫情看起来非常的悲哀 因为一年多来我们一直想控制 不过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改善 现在已超过50万了 行动管制令疫苗接种等等要多管齐下 你不能够讲一边聘经济 一边又讲到人家的生命的危机 刚才听说我们首长已经付出十几亿的钱 给我们老百姓 不过慢了一点早应该就要拨款出来了 同时马上的准备疫苗 太快的把人民借种 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保障